你敢相信美国狂人川普跟超级巨星Michael Jackson 其实是好朋友吗 但是完全搭不上边的两人相似在1988年Michael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后台上 当时11岁川普第一次和Michael对话 觉得对方是一个很低调的人 跟舞台上耀眼的形象反差很大 两年后当川普的太极灵独藏酒店开幕时 他邀请Michael担任嘉宾开始了两人的友谊 据说在1993年当Michael第一次被指控性侵孩童 被所有媒体和群众攻击时 川普向他表示了支持 并邀请他住进了自己的川普大厦与自己的孩子作伴 在10年后当Michael再次面临性侵诉讼时 川普则多次向媒体公开表示自己相信Michael的为人 并称我不相信指控我会坚持站在他这一边 在2019年Michael的发言人公开表示 Michael曾对他说过川普是少数不会背叛他的朋友 你觉得这段友谊很反差吗 欢迎留言跟我说